7加3甚至5加5天 时间点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的元宵节之后 但是有专家认为若采取5加5方案 可能会对社区造成风险 而且我们现在走的是清零路线 疫苗覆盖率尚未达标 若贸然缩短检疫天数 致死率会是第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指挥中心透露距离开放边境不远了 指挥官陈旭中表示将朝两阶段松绑 初步规划以商务客为优先 检疫天数由14天缩短为10天 代表现行7加7方案势必会调整 陈时中还透露检疫天数缩为10天 无论10加0 7加3或5加5 未来都有可能且一定会有7加3 详细松绑政策预计元宵节后拟定 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是并没有确切的一个时间 缩短检疫隔离天数尚未明定 但专家忧心若改为5加5 风险程度极高 观察奥木孔感染者 有98%到99在7天内发病 约96个案5天内发病 漏掉4%的案例不算少 5加5恐对社区造成风险 且欧木孔潜伏期似乎没想象中短 更有专家大胆喊出 最快3月就能出国完 中国副医副院长黄高斌 点出要开放出国旅游 得先看三大指标 包含感染者人数 致死率以及风险程度 致死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外的疫情还那么严重的 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个是跟我们的疫苗 是有关系的 还有专家忧心若贸然解封 致死率恐飙高 应该拟定配偷策略 台湾想清零又想学欧美族不开放边境 如何顾全经济又维护台湾防疫成绩 考验指挥中心应变能力